大家好,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當然大家都可能在等明早九點看特朗普對拜登 最後一次在投票日前的辯論, 我想這個不單止美國人關心, 我想全世界人都很關心, 我想除了大家留意美國總統大選的情況, 又說這甚麼硬碟門, 又這甚麼通烏門,通中門等等, 近來香港很多人都很關心 就是泰國的爭取民主自由運動, 很多畫面都是似曾相識, 那些藍色水炮車噴藍水, 那些泰國的示威者用雨傘來擋藍水, 你見到群眾在集會時有些救箱車要通過, 都是好似煤室分紅海水一樣帶救箱車要救箱現場, 人潮分開,很壯觀的場面, 我想所有香港人見到這畫面都會有很大感慨, 我亦都留意到有些香港的親共建制的一些網站或者一些短訊群組在大力吹噓, 一個說法就是為何香港由2014的佔領運動到2019的反送送運動的場面, 又是出雨傘,又是蒙面榜頭,又是這樣組織群眾, 那麽似的一定是美國搞顏色革命, 其實這些分析我覺得是非常膚淺, 亦都表達到持這種意見的人, 其實都是無足夠反省能力,亦都抱殘首決, 我自己才覺得為何那畫面會這麽相似, 就是因為其實兩地主要是年輕人, 他覺得那些既得利益者, 一些掌握著政治權力和在各行各業可能都是霸著那些位不動的, 一些人是完全不回應這些新一代的訴求, 亦都無了個同理心去了解這些新一代人他們面對的困境是什麽, 經常將自己二十歲時香港和他如何發揮獅子山下精神, 如何去上位,用那個來批評說現在那些年輕人只懂埋怨, 只懂要人幫他解決問題, 然後說自己修成期被人破壞了, 等努力了幾十年, 現在打算老了硬硬硬去享受生活, 享受人生時就被年輕人破壞了, 只想一邊, 其實泰國都是一樣的, 泰國一直都是無甚麼進行改革, 整個泰國的年輕一代其實有很多都是接受了一些尊重人權, 崇尚自由,要求有法治和社會制度一定要公平, 資訊要公開流通,有發揮機會令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創意發揮出來, 實現到自己人生的理想, 其實為何表現出來的那種手法和畫面那麼相似呢, 就是因為兩地, 即泰國和香港其實那個掌權的人都是同樣一種心態, 來面對一些很明顯已經改變的社會狀態和環境, 由於你上一代人在抱殘手決, 所以令大家對於可以和平改革失望, 覺得和平改革失望, 經過十年二十年,其實那時十年前已經有紅三軍黃三軍, 已經搞了很久,但都似乎無甚麼寸進, 甚至可能現在的總理他玉還是倒退, 所以其實我想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反省才行, 我記得呂大樂教授其實他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他在十多年前寫了一本書叫做四代香港人, 其實他的分析就是香港其實你如果講到現在, 可能講到第五代人甚至第六代人都出現了, 但呂大樂教授講戰後,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生的香港人, 我跟他都屬於這第二代香港人,照他的分析, 就因為第二代香港人經常霸著那些位不走, 變了令第三第四代香港人其實無得上位, 加上香港近年還因為有很多內地來的, 一些朋友在各個行業或商界都越佔越重位置, 當然我覺得如果你說我們用人自己的能力, 你多努力來爭取上位,如果你說公平競爭, 那就輸,心甘命抵, 你就能再笑你了,但是問題很多時候, 這些內地來的人由於他們可能是紅三代, 富二代,富三代, 他們有一個可以說不是好一樣的起步點, 你看現在金融投資公司多數最頂層 會用這些由內地放羊回來的海龜執掌 最主要未必是考慮他們只是考慮他們的能力 而是因為他們家庭網絡,如果你是富三代 可能有很多姨媽姑姐親戚朋友又是父戶 光顧這些投資公司金融機構 香港大學畢業生很多就算他們覺得自己能力 比海龜更優勝都無機會上位 你的社會又是你講一套做一套 譬如你在基本法那裡,本來就說我們的法治不會改變 我們的自由人權得到保障到2047年 大家想著我們都在香港繼續可以發揮 如果你想到甚麼你可以說你有甚麼創意 你可以發揮出來可以以你的創意來爭取你的受眾 而去揚明立慢 香港現在發覺現在回歸只是二十多年有很多禁區 尤其是港區國安法之後這件事又怕說不到 那件事又怕碰了會被人拉,一會還怕送中 這些事很多一些抱殘首決的人 除了他自己霸著個位是無同理心去明白 那些年輕人為何會覺得這麼苦惱,覺得無出路 之外他還在落井下石,在說為何你有大灣區不去 你可以有大灣區發展,很多事就是這樣, 很多時歷史告訴我們就是這樣,作用力反作用力互相牽引 互為因果,我都請大家留意譬如你說法國大革命 這是近期二三百年內的一場很大的革命 法國大革命,例如路易十六和他皇后被送上斷頭台前 其實根本他都有機會改革,如果你說當時的皇親國戚 不是守住自己利益不放,有那麽大抱殘首決的那種考量 其實路易十六如果他可以跟一些有改革心態意識的人 來多些合作,其實根本未必需要上斷頭台 事實上上斷頭台後大家都知道法國經過三四十年動亂, 而且亂了這麽久才可以稍為上軌道,所以如果經過一個 那麽大革命其實大家都不好過,如果你說近些 就算你講中國都是,你譬如清末,你梁啟昌有為 都有些改革派,如果你說當時慈禧太后肯認真去處理 亂與時並進也未必需要搞到孫中山的辛亥革命 其實歷史都是不斷重覆,我只想指出那些泰國學生運動 跟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那些場面那麽似,組織方法又那麽相近, 又是出雨傘,很多畫面好像是重覆那樣,一定是美國 黑手在後面搞顏色革命,這是如何膚淺呢?其實根本就是 你以為正主於中外的歷史都一樣,當社會改變了,客觀的環境改變 你年輕的一代他主觀的訴求或者他那種追求的理想又不同了 你那些上一代的人還在霸著那些位不放,攬著那些權 又不肯分享的權力,又不肯去栽培給機會那些年輕人去發揮 對,終於搞到你不肯改革,那些人民的職怨就會越來越大, 等如你說壓力煲,你的牌器窟,你將它塞住了, 那裏面的壓力不斷增加,終於會爆,而爆了後後果是完全 不是我們可以很快可以安定下來的,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當大家這陣子再看泰國抗爭的畫面時, 尤其是我們這些第二代的香港人還在無同理心地, 普殘手決,掛著自己要享受所謂努力一生後, 收成期的享受的結果,一邊批評年輕人, 其實你最後推到一個景地,大家都不想的, 就真是一個攬炒之局,我希望這角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有時不單止泰國,有其他地方產生一些, 尤其是年輕人為主的一些抗爭, 其實都是同一個理由發生出來的, 只要上一代能夠願意謙卑一些, 用同理心去了解年輕人去明白社會時代不斷向前, 大家可以一個和平演變,不需要變成硬碰硬就最好。